好 再来我看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最近为了前瞻轨道建设的经费 频频跟中央杠上 之以前瞻轨道建设完工率只有12% 跟国发会号称的数字是有落差的 对此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回应说 要是按照了柯文哲的算法 他台北市长任内的完工率是0% 是不是代表说柯文哲任内 没有盖出任何一条捷运呢 另外前瞻计划第三期 特别预算审核报告在日前出炉 台北市的预算在6度当中是垫底的 让蓝营首长大喊不公平 经费跟预算是不是会沦为绑装或分赃 甚至是分配并不公平的现象 这些钱并没有放在行政院的口袋 也没有蓝绿的差别 也没有这个地方跟中央的差别 为前瞻计划经费分配 中央与地方隔空薄火 神机铺日前公布第三期前瞻计划 总共5358亿 其中高雄获得1265亿元 占了总金额四分之一 但来看看面积人口都较大的台中 新北都远远不及 首都台北市更只有184亿6度垫底 还输给嘉义云林跟屏东县 让莱茨首长颇有为辞 台北市我们得到184亿是6度最后 是全国第九 希望中央对于地方政府相关资源的分配要能公平合理 台北市本身就有非常多的捷运计划 受到中央的支持 那并不会比其他地方来得少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开炮 前瞻轨道建设完工率只有12% 和国发会号称的执行率96.95%差很大 前任副院长郑文灿则反击 如果问完工率 柯文哲市长任内环状县北环段只有开工 反问他如果说柯文哲任内 没有完成任何一条捷运会福气吗 如果按照柯市长的标准 那么南北环也是还没完成 如果照这样的标准 它的完工率是0 环状县的一期 还有代办台中绿县 也都是在柯文哲任内完工的 所以完工率怎么会算到0%呢 本该是建设的地方 美意却成为选举工房 记者中的报道